弟兄姐妹平安 看见大家真好 认识主耶稣真好 记得在几年前的一个圣诞节的前夕 在恩福的普通话团庆呢 有一班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 我们曾经去尖沙嘴的广东道和新光大道一带 跟内地的一些的朋友 跟他们去分享福音 特别是借着圣诞节 可以跟他们分享这个好消息 在当中呢 我就发现 大多数从内地来的朋友呢 都会开放自己啊 他去听一听 他愿意听 虽然有少数的人他是拒绝 但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不会拒绝你 为他祷告祝福 用他们的话来说呢 有信仰是好的 信仰都是导人向善的 不过对他们来讲 暂时还没有这个需要 但是呢 祷告他们愿意的哦 你为他祝福他都愿意的 人人都希望得到福音 人人都希望得到祝福 应该这么说 这也是人之常情啊 现在 会明白 为什么在过年的时候 过年佳节的时候呢 家家户户都会贴上一个什么字啊 福字 不但要贴个福字 还要怎么样 倒过来贴 为什么呀 取个好意头呗 是不是 福到了 原来世人都希望得到福气 你们希望得到福气吗 那接下来呢 在今天的讲道的里面呢 我们就一起听一听 耶稣是如何教导我们 承受天国的福气 那开始之前呢 我们就一起做一个祷告 天父 谢谢你 赐我们有生命的气息 谢谢你在主日的早上 让我们还可以回到你的殿中 来开口敬拜你 这是何等的祝福 谢谢你赐给我们 每一位弟兄姐妹 有柔软的心田 聆听的耳朵 更赐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不单单听道 而且行道 谢谢主 也赐给孩子 成为你话语流通的管子 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我们来看一下 这集的经文呢 今天要讲的是在 登山宝训 那大家肯定一定在教会一段时间都很熟悉了 我们称他为八福 那登山宝训主要是以门徒为传讲的对象 这里的门徒就是指愿意跟随耶稣的人 好像你 好像我 我们都愿意跟随耶稣 首先呢 这部分肯定是信徒 很多 而不是一般的普通的信众 因为呢 如果一个人还没有信主啊 还不是基督徒呢 他就不会了解 登山宝训里面讲的是什么 当时呢 在这些人的当中啊 也包括了十二门徒 大家留意 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 不是教导人要靠着行为 可以重生得救 而是让人在经历得救的恩典之后呢 如何靠着恩典活出一个基督徒应有的生命 可以更贴切地说 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应具有的生命的品质 我们接下来看看今天讲到的第一点 领受福分 为什么要先从领受福分开始讲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节的经文 马太福音五章九节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我们从领受福分开始 但是大家要知道 这一节的经文 我们现在是和合本的翻译嘛 我们看的是中文 但是呢 在原文也就是他的希腊文里面 他的直接翻译是这样的 有福的是使人和睦的人 有福的是使人和睦的人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原来这一节的经文 在原本的原文里面 他是用有福先开始 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 耶稣提到的有福 究竟是什么福呢 我们刚刚说了 我们看世人都希望得到福分 这个有福呢 他翻译出来呢 就是可以解释为 被赐福啊 有福分啊 幸运啊 快乐 通常呢 是代表呢 接受到神恩惠特权的意思 在新约的书卷当中呢 这个字一共出现了49次之多 那那么多 我想做了一个表格 那看看 耶稣所讲的有福 在新约的里面 究竟是一份怎样的福 不同的书卷 又是怎么去诠释这个福 那我就找了一下 第一节呢 我找的是在提多书二章十三节 这么说 等候所盼望的福 并等候至大的神 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这里有留意我 等候所盼望的福 这个福是在哪里呢 是在等候至大的神 原来呢 是耶稣是神 是福的什么 源头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 离开了耶稣 谈不上福了 所有的福分都在耶稣的里头 第二 信靠耶稣是真福 约翰福音二十章 二十九节这么说 耶稣对他说 你因看见了我才相信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 有福了 没有看见就信 有福了 我们在座的 你们有没有见过耶稣 当然这个问题也是 肯定没有 我们的眼睛真的是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 有福了 信靠耶稣 是真福 第三 第三 行出神话语 得福 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七节 你们既知道这事 若去行 就有福了 原来 这个福分 主耶稣的吩咐 是要行出来 就得福了 第四 为主受苦 蒙恩福 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你要写下 从今以后 在主里面而死的人 有福了 圣灵说 是的 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 做工的果效 也随着他们 为主受苦 蒙恩福 第五 警醒等待 就有福 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八节 或二根天来 或三根天来 看见仆人这样 那仆人就有福了 当主人来 看见仆人 警醒 就有福了 原来在新约里面 耶稣所赐的福 首先这个福 是在耶稣的里面 接着要信靠耶稣 然后要行出 耶稣的话语 还要为主受苦 警醒 等待 就有福 弟兄姐妹 大家是否发现 圣经当中提到的福 和世界所追求的福 存在着天壤之别 刚才我们也讲到 世人都渴望得到福 要不然过年的时候 为什么要在门上 贴那么多的福 家里到处都是 但是 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 福的源头 就在神的里面 在耶稣的里面 才是能够找到 真正的福 试想 如果找错了福的源头 那还是真正的福分吗 想起自己来香港的时候 因为不认识主耶稣 没有工作 没有朋友 有时想找个能说说话的人 都没有 只能在家里一个人 带俩孩子 有一段时间 因为在家里也挺闷的 小孩子开始上学了 那我就开始 喜欢上干什么呢 喜欢上看风水 因为过年过节 香港的电台 有很多看风水的 大家有没有留意 有 有很多的大师出来 那我自己呢 希望通过学习看风水 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也可以为家庭 增添一些的福气 那个时候挺沉迷的 我巴不得自己都可以 写一本那个 不是福音书了 写一本这个 看风水的这个书了 那记得有一次呢 我买了一套香港 很出名的风水师的 光碟回家自学 因为它的课程很贵啊 那我就买光碟自己学 那一年呢 正好是自己的本命年 以前有这个讲法 那那个师傅呢 就说 在你本命年的那一年呢 要在自己家的床头的 东南方放一大块石头 可以全家幸福 财运亨通 我很听话 因为我研究沉迷了嘛 那我像迷了心窍一样的 干什么呀 就去望角 花园街 花园街有的 我就去买了一个 很大的 很光滑的石头 花了九牛二虎之力 好不容易才把它搬运回家 放在了床底下 哎呀 折腾了大半天 真是劳命又伤财 还一心啊 等待 希望师傅的话 能够应验 这件事也没有告诉 丈夫 她一直也不知道 原来她睡的床下面 有那么大的一块石头 那这块石头 真的能够为我 改变命运吗 带给我福分吗 可想而知了 在信主之后 读神的话语 诗篇第十六篇 十一节说 你 我们一起念好吗 开始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 我们的福乐在哪里 在神的里面 诗篇一百三十三篇的第三节说 来一起念 又好比黑门的甘露 因为在那里 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 弟兄姐妹 是的 永远的福和永远的生命 都在神的手中 神才是万福的源头 所以只有在神的里面 才能够领受真正的福分 人可以做的就是很简单 凭小小的信心 领受从神而来的福分 神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 取了人的样式 为世人的罪 上了十字架 流血 牺牲 赦免世人的罪 使凡信他的人 罪就得赦免 人就可以与神和好 领受这一份 从神而来的福分 请问今天在座的每一位 你都可以肯定 自己已经领受了 这个福分吗 与神和好了吗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 今天讲到的第二点 地造和平 和和本翻译就是 使人和睦 地造和平呢 它在原文里面是一个 我们叫复合词 它是有两个字 合成的一个词 那把这两个字拆开之后呢 就是前面的一个字呢 叫平安 后面那个呢 是制造者 哦 地造和平 使人和睦 是什么 是和平的地造者 那我就要想 当我拆开的时候 我看见 原来平安 这个字是在前面的 那在希腊文呢 它是念 Arene 那我们有很多的姐妹 有没有啊 身边 有没有姐妹 娶英文名字叫Arene的 我们当中好像也有啊 是不是 这个字啊 大家 我去查了一查 大概呢 它在新约圣经里面 出现了九十多次 而且呢 平安这个字呢 在新约二十七卷书的当中呢 在二十六卷的书出现过 除了一卷 因此呢 有人也讲 新约 其实就是一本记录 平安的书 让我们一起看看 圣经中的平安 是一份怎样的平安 和这世界 又有怎样的不同呢 我也归纳了五点 第一个 信靠耶稣得平安 在马可福音五章三十四节 耶稣对他说 耶稣对他说 女儿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你的灾病痊愈了 信救了 然后平平安安 原来 原来 信耶稣 就得平安 第二个 跟随耶稣 有平安 路加福音一章七十九节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 死因里的人 把我们的脚 引到平安的路上 我们的脚 要跟随耶稣 引到耶稣的道路里面 才有平安 第三 乐善好施 享平安 罗马书二章十节 却将荣耀尊贵平安 加给一切行善的人 先是犹太人 后是西里尼人 乐善好施 享平安 第四 体贴圣灵 报平安 这一节经文 应该大家也跟说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 乃是生命 平安 最后 记录在西伯来书 十二章十四节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 没有人能见主 追求圣洁 常常平安 平安源自 神与人关系的和好 一个与神和好的人 自然就会去追求与人和好 在 有一节的经文 大家留意 你要认识神 就得平安 福气也必临到你 约伯迹 在现实生活当中 人与人之间要做到和睦相处 和平相处 实在不容易 就算是在教会 在教会内的弟兄姐妹也不例外 缔造和平 使人和睦在今天的香港 谈何容易 你们认同吗 现在目前的状况 但保罗在以福所书二章十四节 他这么说 因耶稣使我们和睦 将两下和而为一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这里清晰地指出 耶稣是唯一使我们有和睦的核心 因为他拆毁了人与人之间的墙 成为人和神之间的桥梁 没有他 我们之间就不会有真正的和睦 真正的平安来自耶稣 一个能使人和睦的人 一定是先和神的关系复合 然后与自己的关系复合 才能够达到与人的关系复合 我在信主后一年多开始了 就遇见一些的挑战 婆媳关系是世界上最微妙的关系 在以前我一直以为 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 我爱他 他爱我 两个人组成家庭 当然那个时候没有信主了 但婚姻 结婚之后就明白了 婚姻是两个原生家庭的博弈 刚来香港的时候 我是和丈夫 我们一起住在婆婆家里面 住在丈夫的家中 我们中间少不了有摩擦 因着两地文化大不同 我来自上海 那婆家是典型的香港本地的 真的是有很多的摩擦 那那个时候又不信主 那后来呢 我们搬出去住了 那记得有一次呢 为了一些的事情 我跟婆婆开始闹别扭了 闹矛盾了吧 应该这么说 什么原因呢 原因就是因为 丈夫 他的家里面呢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就是什么呢 每个节假日呢 都一定要回去吃饭的 但我自己呢 我就觉得 平时一个人呢 要带两个孩子 还要辅导功课 你们有没有试过 可能有孩子的辅导功课 有没有的 那个简直是 感谢主 我经过了 所以我觉得 我已经很累了 难得的节假日嘛 我想干什么 一个人安静一下 休息一下 如果又是一大家子 我真的很累 那为了这个事情呢 我就顶撞了婆婆 我顶撞了她 事后因为 姓主一年多了嘛 事后呢 因着圣灵 真的是圣灵的责备 我主动打电话 跟婆婆道歉 承认自己 说了不应该说的话 冒犯了她 毕竟是长辈 她的想法 本来也是 也是对的 但想不到 当我 赔礼道歉之后呢 我的婆婆 马上也跟我道歉了 说她也讲了 令我难受的话 就这样 我们在电话里面 彼此请求 对方的原谅 从那之后 我们的关系 和睦了很多 不久之后 婆婆也信了主 感谢主 荣耀归于主 弟兄姐妹 当人跟神的 关系复合之后呢 就能够带来 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的和睦 编造和平 和睦相处 再次提醒我们 要领受神的祝福 我们自己先要经历 与神和好 经历与自己和好 这样 你才有从神而来的力量 去做使人和睦的工作 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那是圣灵 给我力量 因为使人和睦的人 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到今天的最后一点 得着名分 这是神的应许和奖赏 因为他们 必称为神的儿子 什么是称为神的儿子 如果提到神的儿子 你们立刻会想到谁呢 一般的情况 提到儿子的名分 就是强调 儿女与父母之间 他们有那个血统 有那个生命之间的 一份的关系 儿女会遗传父母的基因 而且呢 父母与儿女之间 一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例如每一次 我儿子他读书比较听话 考了好的成绩 或者是很乖呢 我就会表扬 哎呀你真棒 然后爸爸就会说 是的像我 OK像你没问题 那当然了我们的 好 在新约圣经当中 神的儿子 大多都是指向耶稣基督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是叫众人和睦的 这也是主耶稣 来到世上的目的 成为神和人之间的桥梁 当我们效法耶稣基督 去做教人和睦的事 那也就证明 我们是神的儿女了 2020年就快到年尾了 时间很快 接下来有感恩节了 下个月有什么节 圣诞节 圣经记载 在两千多年前的一个晚上 有天使宣告 耶稣基督的降生 在至高之处 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和和平 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神在地上所注重的 就是叫我们有平安 与神和好 与自己和好 与人和好 因此耶稣离世的时候 他也是对门徒说 愿你们平安 父怎样拆遣我 我也照样拆遣你们 神拆遣我们进入世界 成为和平和睦的使者 我们是神所拆派的福音大使 传递使人和睦 传递缔造和平的信息 神的儿子耶稣 是叫众人和睦 当我们与人分享 与人和睦的信息 将人带到神的里面 有一位女士 全世界都尊敬她 她就是德兰修女 德兰修女一辈子 都在为穷人服务 1979年 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在获奖典礼上 有记者问她 一个人能够做些什么 来维护世界的和平呢 她回答说 回家 爱你的家人 回家 爱你的家人 德兰修女多次来华访问 并且谦卑地请求在中国能够开办 开办慈善的机构 照顾中国的穷人 但是都被一些的官员拒绝了 并且告诉她 中国没有穷人 德兰修女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世界的穷人 无数的国家都欢迎她 她临终的时候说 我遗憾 没有将福音传给中国的穷人 我只能无数次的流着泪 为中国的穷人 祷告 连美国的前国务卿 希拉里曾经这样说过 我帮德兰修女拿鞋子都不配 从德兰修女的身上 看见了使人和睦的生命 将上帝的爱和和平 带给了世界上贫穷的人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弟兄姐妹 你最近与神的关系好吗 与自己的关系好吗 与家人和其他人的关系好吗 与神家中的弟兄姐妹关系好吗 你愿意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吗 我们在座位上 先祷告 在神面前立志 愿意成为使人和睦的人 与人分享好消息 将人带到主的里面 一分钟之后 我为大家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赐下那么宝贵的话语 让我们能够得到这宝贵的福音 主 求你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 温柔的心 怜悯人的心 单单仰望主你自己 让我们有智慧和勇气 来做成使人和睦的工作 求主加添力量给我们 谢谢主 你愿你自己今天得着你当得的荣耀 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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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